大家好,我是焦黄 那么咱这次呢,又到了第六赛季的九宝的环节 开始我给大家说到线弹枪和威冲 线弹枪这次变化并不是很大 所以呢,就直接跟威冲合并一块事来说 然后呢,之前有观众事来跟我提了说 要不要事来加字幕啊 然而呢,加字幕呢 其实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对时间轴 其实加字儿解很简单哈 难就难在,我要一字一句的去对我所说的东西 所以,要说的东西吧 这一次呢,我都会在对应的九宝的备注部分 给大家全部说明 这样的话,我基本上其实就是对着备注上念就行了 大家也可以看得比较方便 好了,那么马上给大家看这次的九宝 一开始咱们说到了线弹枪没啥变化 确实如此 线弹枪现在的环境 无论说是低中高级区都很稳定 低级区来说呢 T1级依旧老三把 T2级始终年进退 T3级飞步 要说有什么变化或者冲击呢 也是别的武器会对线弹枪这个种类造成影响 而对于他们自身而说呢 主要吧,还是要等 有没有一把会被调整或加强的线弹枪 中级区主要是加九加特林和龙岩的争斗 加九加特林是偏慢节奏 龙岩偏快节奏 尤其现在中级区流行诗变 攒点压齐二人等级的打法 所以这时候龙岩会起到这关紧要作用 因此选择加特林还是龙岩的自己呢 根据情况灵活应变 嘛,如果你要是看了很多僵尸表笨逼的话呢 就直接拿加剧加特林就行了 否则呢,龙岩 高级区域的线弹枪的地位是比较稳固的 X2呢,无论说是谎言还说普通版呢 没有实性的差别 谎言能做到的事情呢,普通版也能做得到 只要加上技能足够了,就有刷屏的能力 天龙也是永远敌神 技能不够,天龙来凑 当你技能够了就不会再用天龙了 魔法少女杖这块我稍微提了一下 但其实想一想吧,也没啥值得一提的 其他枪呢,就自个儿上来看下面的评语就行了 好,咱们看到微冲的部分 微冲这个部分,蝶血所带来的冲击非常大 T1级呢,我后来思前想后了一下呢 决定蝶血跟野牛呢,都放在T1级 蝶血的存在直接打压了前4级以内的所有微冲 但是跟野牛相比 由于前期僵尸护甲实在是太少了 并不会拉开明显差距 野牛的洗头能力,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出枪价格又极其便宜 有着超高的性价比,所以这两家最终呢 都是被放在T1级 而T2级呢,直接中空 再看到中级区 中级区的到来会让僵尸的护甲随着回合数 逐步的回复到正常水平 野牛的表现也会逐渐的受限 MP5本身有着比较高的输出上限 不然他的地位会长居在T2级 到了高级区的部分,备注我是写的密密麻麻的 主要呢,都在说机械必改的事情 这是一把严重被误会的武器 老有人上一说倾斜这个事情 这是一把一秒就可以打接近80发的武器 想不倾斜都怪 而且由于他这种类线弹的高速射击模式呢 会让一个技能对他作用非常大 也就是破甲弹头 这个基本上没有人会管的一个技能呢 到他身上呢,会让他后期的输出瞬间翻倍 爆炸弹头这个技能在后期是每10发 触发1发的爆炸 那也就是说等同于是提高了他的射速 所以这两个技能是看着平时咱们是没啥用啊 实际上在G.A.B.凯身上呢 会有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这俩技能呢,很容易得到 机械避凯本身又是很稳定的枪 非常容易在后期洗头 那一旦洗起头来的话 他的那个输出就会非常的高 所以呢,这把武器啊 我是真的觉得 很多人对他的调侃有点太过了 倾斜对于他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常驻减伤 至于蝶血呢,咱们就不多说了 高级区偏余了 好了,那么咱们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啊 喜欢这期视频的观众呢 记得把向上弹幕只尝下去 谢谢各位的一键三连 在直播时候呢 也别忘了多送一波礼物 咱们下期的视频 不见不散 感谢各位的观看